最近这一年,娱乐圈人设坍塌,影响事业的明星不少,原因大不同 有人因为情感私生,有人因为违法乱计,有人因为三观不正 好些都让人大跌眼镜 这些明星翻车,有些是自己及身边人互私 有些是被相关机构查处,有些人是被网友检举揭发 与之前塑造的良好公众形象反差都很大,都让人意外 但即便如此,还是很让人意外 在乐坛走红几十年给人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张信哲 也会卷入风波,年过半百的张信哲 虽然已经过了音乐事业巅峰时期 但这些年也没完全淡出娱乐圈 偶尔出来参加综艺节目和各种演出 特别是之前参加了东方卫视的我们的歌综艺节目 以及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出 所以张信哲在2021年底参加2022跨年晚会 本来是很正常的事 毕竟当红和资深歌手都会在跨年夜出去赚钱 结果就在东方卫视官宣了张信哲参加新年跨年夜演唱会之后 网上却出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甚至抵制 原因是张信哲代言的某平台的业务被网友指责 本以为刚开始只是一些网友的质疑举报投诉 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 没想到后来愈演愈烈 舆论影响很不好 最终 在粉丝的力挺和网友的质疑抵制中 张信哲出来发表声明回应 说明代言合约符合该平台所属的的法律 且仅在当地使用 而且仅合作了一年 已于2021年3月终止合作 但即便如此 在网友的质疑投诉后 张信哲即使被官宣参加东方卫视跨年晚会 最终还是没能出现在节目单和晚会播出中 不知道施压根没参加演出 还是入播完成了最终被剪掉了 本以为就这样 张信哲此次代言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出局了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 或许演艺事业会受到较大影响 他会单出一段时间 但是没想到在2022年初 何炯的新节目你好星期六第二期节目中 观众就很意外地看见了张信哲 节目中的张信哲 看起来发福长胖了不少 还是很哀笑很温柔 按照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录播的机制推断 这期节目估计在2021年年底跨年夜之前就录制好了 只是最近才播出 当时张信哲还没有受到代言风波和退出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事件的影响 只是没想到湖南卫视胆子比较大 在何炯新节目你好星期六播出的第二期节目中 依然让张信哲出镜 并没有像东方卫视那样对张信哲做删减或者出局处理 只是不知道这期节目播出后 那些投诉和质疑张信哲的网友会有怎样的反应